小提琴声伴随悠扬的歌声 洛杉矶台湾侨包自2007年起 每年都会举办228纪念音乐会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差一点停办 索性主办人在咨询专家意见 做足防疫工作后仍照常举行 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身体不舒服请你不要来 那我前面也有摆口罩 需要的人请你乐捐一块钱 你可以拿口罩 那也有擦手艺 所以想要来的人也觉得好像比较安心 这场音乐会吸引了近百位台湾相亲聚集 音乐会内容多元 包含了合唱团 大提琴 钢琴 重唱 表演者从白发苍苍的长者 到十多岁的音乐神童都有 更邀请到洛杉矶知名的喇叭手 那我们在这个旧有的伤痛上面 我们要懂得怎么去 就说是让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 不管我们的专业是什么 然后不管我们是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 都能够以台湾人的声音来替台湾人发声 而且一定要发声 因为我们已经被欺负太久了 今年的音乐会看起来人数是比以前少 可是他们的音乐的内容 跟他们参与的人士的努力 还是跟以前一样 经文处也对侨胞在防疫工作上的用心 几多年来对228纪念活动的坚持 表达肯定 中央社记者林宏瀚 洛杉矶报道 中央社记者林宏瀚 洛杉矶报道